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论探第二天发表了布鲁兹尔栓言声明指出 东突厥斯坦尼被中国斩临73年 北地区人民受到剥削和通话声明称 在这个过程中 北地区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其他土厥穆斯林人民 造受了种族灭绝和散任的不认倒罪行 就期会议的议员被政府组织代表和政革呼吁国籍社会 对中国在维吾尔自治剧反下的侵犯人转性为采取行动 4月9日维吾尔友好小族在澳洲议会中心成立 正立议时由澳洲议会瑞典议员戴维来家主持 法国议会中心成立议会主持 诺尔托克尔在议时上致辞 感谢初期议时的欧洲议员 据中国媒体报道 中共中央昨天召开整治 据常委会议研究部署 进一步优化防疫工作20条措施 仍强调检定不已管 持动态勤零总方针 并其中力量打好重点地区 已经歼灭战 才更坚决果断左实共检 近几个约逝世的零疫情政策 在很多方面对中国展示了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 中国当局适用所为的零疫情政策 来掩盖对动突厥斯坦为外人的种族灭绝 加拿大外长赵梅兰九日在加拿大亚太基金会及 孟克船九事务与公共政策学院合办的 研讨会发表演说指出 中国已逐渐成为据破坏型的传球强传 中共试图塑造国际环境 将其变成一个越来越 归离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的 更放纵的环境 赵梅兰在演说时保证 他将批评中共对维吾尔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人传侵犯 美国百宫算不潜于中国军工符合体对美国的国家安全 外交政策和经济构成重大威胁 美国决定延续事实 劝不使其办法的对话警令 禁止美国人投资与中国军方有关联的中国公司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梨兼周三在列行 记者会中回应 中方对此简决反对 简决指质中国企业依法维护自身利益 曼谷塑万纳普吉祥11月9日 在顺联有素的密格路帮助下 炒火由中国走资进口的眼熏蝙蝠肉及祸腿等 肉品遗造口牙病 从网检验 确认是否由非洲主营七月将销毁 给心理中藏匿了多个动物尸体 包括一袋重2.5公斤的眼熏蝙蝠 一袋重2.5公斤的眼熏猪腿肉 一袋重4.5公斤的眼熏雾化肉 。 鞋鮮